紫薯削皮 切片上锅蒸熟 我们先和一个白面团 300克面粉 4克酵母粉 一勺白糖 促进酵母发酵 温水和面 揉熟细状后 和成一个面团 面团饧好后 盖保鲜膜 发酵至两倍大 紫薯蒸熟后压成泥 再用同样的方法 和一下面 直接放进去白面 和这个紫薯面的时候 放进去几滴食用油 这样会比较好和一点 面已经发好了 面团揉匀排气 紫薯面也同样给它揉一下 两个面团分别揉好后 我们取出来一个面团 把它擀成一个长方形的圆饼 把紫薯面也擀成一个圆饼 面饼擀好后 在白面上刷一层熟油 把紫薯面和白面重叠在一起 可以把四边修整一下 这个时候上面再刷一层熟油 同一边给它卷起来 对折一下 刷油 再对折 这个时候 把面卷切成段 面卷全部切好后 我们取出来一个筷子从中间按一下 把面卷切成段 把面卷纠长 像这样就可以了 花卷全部做好后 继续饧20分钟 上锅蒸25分钟 即可出锅 25分钟后关火 这样蒸出来的双色馒头 为了鲜软 香甜 喜欢的朋友 赶紧试试吧